蔡英文蔡主席非常高興的接受了 人民送小豬給蔡英文 蔡英文送美豬給人民 這一齣行動劇是新北石清工會 舉辦會晤研習營 並且透過演出行動劇方式 召開記者會表達強烈訴求 抗議剛上任的蔡英文總統 很有可能會開放美豬進口 危害食品安全 蔡英文政府在選舉的時候 不斷的告訴我們說 她對於食安的重視 以及對於我們農民的照顧 但是在當選之後 我想她就立即發布消息 她必須接受 也必須進口 所謂含有瘦肉精的美豬 我想這已經違背了 她當初第一個競選的承諾 清工會強調蔡英文在競選期間 強調重視食品安全 可是在當選後 就有準格言說美豬擋不住 相較馬英九當總統時 可以阻擋美豬的進口 蔡英文政府才剛執政 就有美豬擋不住的言論 這樣讓豬農情何以堪 對於我們台灣的這個農民問題 我們是非常的關心 那對於現在的執政長呢 在競選期間以及當選之後呢 不到半年的時間呢 這個講的這個態度 以及講的這個發表的這個言論呢 是完全不同的 這讓我們非常的憂心 我們要呼籲我們新的這個政府 要重視這個問題 如果呢還是質疑的 對於我們美豬的這個開放 還是質疑的來做開放的話 我們不排除呢 有更激烈的這個抗爭 以及更激烈的這個行動 另外這一場新北青年 反美豬記者會 同時呼籲立法院 應謹述通過食安法相關修法 明定國內外豬肉 還有相關產製品 都必須堅持瘦肉精 零檢出的原則 才能征戰讓人民 有食品安全的保障 反美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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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家新聞林六流樊綱 板橋報導